我身后的这些是正统天顺时期的各种各样的利剑 正统天顺在这两个时期的这些利剑 在我们市面上其实也是很少出现的 各大拍摩行也不常见 我看到这两个世界这些禅剑修复剑的这些利剑 它们有两个大概的这么一个共同点 第一是它们的主题文饰 主要以铲子莲或者卷草纹 或者以莲花这这么几个简单一点的传统的主题文饰 作为它们的一个装饰的一个手法 然后就是它们的整件气味的造型上面 就是在腹部加上两个或者几个不同的耳朵 作为一个装饰的手法 而且两个耳朵已在腹中居多 有一小部分会在颈部 就好比这件长颈的带四个扶手的这个残诊人的扶手瓶 也是市面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